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的战争 金正恩特地去修了指甲和剪头发 还有戴上各种耳环 也画了眼线 为了测试工程锤的效果 他特地用工程锤撞自己家门 北韩新闻报道 在英国臭水沟实验室 发现石油对人体很有帮助 于是便利商店也开始贩卖石油 民众大量食用 有人因此而住在加油站 他们指出 喝石油就像喝可乐 可乐公司最第四声中倒闭 偷游事件陆续增多 结果有人抽烟发生意外把大笨钟变得更笨了 英国新闻报道